敷上面膜,清洗全身,仔细按摩擦上身体乳,你以为这是美容院?不,这是宾仪馆 两个入恋师各站一旁,身居一躬,根据试指的性别,男女搭档分为正手和副手 正手从洗头开始,副手从修指甲开始,修眉刮胡子剪指甲敷面膜,仔细按摩温水冲洗 洗澡的水温控制在25度左右,使其僵硬的肌肉略微放松 期间,入恋师还会请家属为亲人洗脚或洗脸,尽最后一份小心 最后,入恋师为试者换上家属准备的兽衣,化上自然妆,整理仪容仪表 为了让生者看见亲人最体面的样子,换衣期间一般会请家属回避,一切准备妥当,入关 整个过程,入恋师不能对试者的家属说你好,再见,不能微笑,更不能和家属握手拥抱 眼前这个女孩名叫纪硕红,是一名90后入恋师 2008年,表哥因车祸去世,没过多久,奶奶也因病去世 殡仪馆里,女孩看着表哥支离破碎不成样子 奶奶脸色苍白被粗暴的搬来搬去 走失指甲里还留有泥垢,心就像被刀割了一样疼 那场景就像菜市场卖猪肉的 纪硕红十分自责,认为自己没能让奶奶体面的离开,十分遗憾 大学时便放弃了会计专业,选择了现代编誉技术与管理专业 父母听后大发雷霆 母亲认为女孩子学这个,太肮脏 父亲直接放出狠话 你要是学这个,以后生活费学费自己挣 家里不再给你一分钱 面对父母的不理解 纪硕红就像吃了秤坨铁了心 义无反顾,前往长沙 认为入恋师是个非常神圣的职业 但真正上手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害怕逝者,味道奇怪 同学排斥没有朋友 文艺晚会没有他们的身影 大家见面躲得远远 租房都会被人拒绝 一想到那诡异的气氛和洗不掉的味道 纪硕红一度想要放弃 实习回来后,第一时间给母亲打去了电话 这不都是你自己选的吗 你给我们打什么电话啊 一瞬间,眼泪夺狂而出 纪硕红下定决心 一定要做好这份工作 2011年7月 他来到温州动车事故现场 做起了志愿者 为39位逝者缝合清洁 由于房间狭小,天气炎热 一股腐败的气味迅速弥漫开来 纪硕红几度窒息 汗不停往外冒 手上的动作不敢停 修复面容为他们穿上干净衣服 家属看到后气不成声 谢谢 谢谢 简短的四个字让纪硕红心里充满了力量 回到家 他再次拨通母亲的电话 这次满远不复存在 孩子啊 注意身体不要害怕 累了就休息休息 多吃点好的 你永远是爸爸妈妈的骄傲 纪硕红哭了 开始彻底明白入恋师的意义 他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了 只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 跟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生活 入恋师要做的 就是让逝者有尊严 让生者得到慰藉 大学毕业后 纪硕红进入浙江嘉兴 离体服务中心工作 男友曾亮亮 为了和他在一起 辞掉铁路局的工作 也成了一名入恋师 男女搭配十分默契 她是纪硕红的第七个男友 之前的都因为工作原因不了了之 至今为止 两人以为近百个逝者 做过入恋服务 每次结束后都会彻底消毒洗手 但纪硕红有一个特别的习惯 疯狂的洗 十分钟洗三次 一直洗到没有那股味道为止 在殡仪馆里 每个入恋师都有各种各样的习惯 有的不断洗手 有的爱用热水洗澡 有的结束后要跑去逛街 看着街上那些充满生机的脸 心一点点回暖 洗手洗澡 逛街写微博倾诉 每送走一个逝者 他们都在拼命自救 来驱散心头的阴影 但压力犹如排山倒海 令人喘不过气 这一行太孤独 由于业务不景气 主管催着入恋师上街推广业务 几人陪着笑脸向路人介绍 很多人直接绕路 有的甚至说吓死人了 女孩听后忍不住泪崩 怎么肮脏了 除了这个圈子 我没有任何朋友 和纪硕红一样 冯磊也是一名殡葬专业的学生 毕业于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当初之所以选这一专业 是因为电影《入恋师》 直到今天 他还记得看完电影后 那种心灵震颤的感觉 《入恋师》的纯粹语高尚 令人印象深刻 在这之后 男孩不顾家人反对 选择了殡葬业 怀着对生命的尊重 努力学习 认真训练 但事情好像并不是这样的 同学不待见 谣言满天飞 殡葬学校里泡了很多人 每次实验都会捞上来一个 一进殡葬学院 手机就没信号了 缝磊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门心思认真工作 希望像电影中的男主一样 心怀慈悲 送别每个生命 大学毕业后 男孩如愿进入殡仪馆工作 一天 送来一位在车祸中丧生的阿姨 扎吐车碾压 上半身扭曲三圈 这是他遇到过难度最大的一次 冯磊和同事迅速处理 但天气炎热 很快升趋 视觉 嗅觉瞬间受到巨大冲击 两人只能交替进行 一人逢十几针 受不了 立马换人 从上午做到下午 身心俱疲 无法言说的逝者 久久不能散去的味道 慢慢的 长期枯燥奇特的工作 消磨了当初神圣的使命感 家长没有朋友 无人倾诉 冯磊发现自己丧失了对生活的热爱 整个人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经过再三考虑 冯磊鼓起勇气 辞掉了工作 看着车使离宾遗馆 逐渐拥抱热闹的人群 自己仿佛获得了重生 回乡后 冯磊与女友结束了异地恋 朝夕相伴 订婚见面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可就在一天晚上 女友遭遇车祸 不止身亡 第二天一早 冯磊得到消息 匆忙赶到殡仪馆 看着眼前无法辨认的女孩 冯磊充实就印 双手颤抖着 为女友化了最后的妆 那是他最后一次给逝者化妆 已经无限接近要永远在一起了 他对我来说 就好像一场梦了 既然死亡无法改变 与其沉浸在悲伤中 不如好好告别 不留遗憾